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挽着一名女生 二人看起来很是亲密 来着不善 果不其然 徐阳他妈直接无视我 站在众人面人朗声道 陈薇 徐阳的女朋友 陈兴矿业公司老板的女儿 似是害羞 陈薇娇称地扯了下徐阳妈妈的胳膊 阿姨 干爹而已了 女朋友 顿时脑子一猛 她是女朋友 那我是什么 众人也摸不清头脑 我王琪是徐阳的女朋友 这早就是不争的事实 怎么好端端地凭空冒出个沉威 一瞬间 偌大的餐厅变成了三个人的修罗场 徐阳非但没澄清 反倒把我拽到一边 冷漠道 饭菜都订好了吧 要最贵的 别丢了我面子 记得结账 一句话把我安排得明明白白 安排座位 徐阳和陈薇一左一右坐在徐阳妈妈身边 而我像个陌生人 落座后 才发现我竟和陈薇撞衫了 撞衫这种事儿 谁丑谁尴尬 陈薇看到后 短暂地尴尬后竟无嘴笑了 阿姨 真是抱歉 今天是阿阳的生日会 没想到我挑了半个小时衣服 还是和人撞衫了 有不少人注意到 我和陈薇穿的是香奈儿春款礼服裙 问题是 同一款式 在腰线处刺绣设计却不同 提到我 徐阳妈妈这才不情愿地把头扭向我这边 轻蔑的眼光上下打亮 真是穷乡屁壤里出来的野丫头 小门小户 没钱就没钱 穿什么帽牌货 也不嫌丢人 徐阳没说话 看我的目光却是指责与埋怨 有人手急眼快查出官网发布礼服群图片 对比一番发现 我的刺绣设计才是原版 陈薇的才是假冒的 丢人的是陈薇 可徐阳妈妈画风一转 哼 就凭她那气质 浑身穿上黄金都掉价 哪能比得上我家陈薇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有个有本事的干爹 陈薇害羞地低头 似乎是与我作对 故意问我是哪里人 我说山西人 陈薇惊讶地大喊 啊 不会吧 山西那种穷地方 怎么能住得下去 听阿阳说 你家附近连个像样的购物中心都没有 回个家 还得翻好几座山 真是太可怜了 这是实话 我爸是山西没老板 因为工作 我从小跟着爸妈在矿区生活 因为是矿区偏远 周围没有购物中心 天天回家出门 就是上山下山 听陈薇一口一口阿阳叫着 心里不痛快 更气愤 徐阳竟将我的私事儿随意对一个外人宣之于口 徐阳妈妈眼底充满嫌弃 随声附和道 这人哪 总要有自知之明 我家徐阳一表人才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配得上的 不过呀 现在的女人为了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别看人模人样的 背后啊 说不定千方百计算计着 爬上我儿子的床呢 是个傻子都能听出 徐阳妈妈和陈薇便招法地嘲讽我 我脚底椅子一蹬 豁得站起身 阿姨 你这话说得绝对了 谁惦记谁的床还不一定呢 徐阳大学四年 学费是我的掏的 生活费是我掏的 浑身上下从里到外衣服都是我买的 说我养了个儿子 也不为过 对了 我才是徐阳的女朋友 现在是 以前也是 阿姨是不是年龄大了 不仅人糊涂了 记性也不好了 谁料徐阳他妈却怒了 直接站起来 冲过来要打我 朋友示意我作罢 别和这种泼妇计较 徐阳却不放过 王琪 我妈不过说了你几句 你顶什么嘴 她说得不对吗 我直接愣在原地 莫不成徐阳也认为 我和他在一起 是为了他的钱 就因为他家马上拆迁 可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 怎么忘了 之前他穷得叮当响 是谁帮他掏生活费学费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我要是为了钱 一开始压根不屑于搭理他 呵 我冷笑着坐了下来 暗想 一群傻逼 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之后的饭桌上 陈薇吃什么都似乎觉得一般 牛排一般 红酒一般 句句都是埋怨 呵呵 这个红酒和我在法国酒庄喝的 真是差远了 就不能安排点名贵的韭菜吗 徐阳脸色一尬 掉了面子 当着众人的面让我去催菜 拿最好的酒过来 等着 我去了 走出大厅 转头就拉黑了徐阳的微信 扭头就走 我叫来服务员 将餐厅里最贵的菜品和酒水 挨个点了一遍 特别地点了一瓶82年的拉菲 仗我没结 走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想到 徐阳结账时的尴尬和暴跳如雷了 没过多久 徐阳给我发短信 气急败坏 王琪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人在你诚心丢我脸是吧 为什么不结账 还质问我 为什么拉黑他微信 我冷笑 让陈薇结贝 他不是有个有钱干爹吗 这点钱都是毛毛雨 再说了 你一个大男人 过生日 连饭菜前都出不起吗 丢不丢人 徐阳光速回复 今天这事 你太不懂事了 让我非常失望 而且你这幼稚的举动 就是嫉妒人家 陈薇有钱 笑话 我是没老板的女儿 向来都是别人嫉妒我 含着金汤匙出声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陈薇那样的蠢货 算了吧 见我态度强硬 徐阳硬得不行来软的 琪琪 今天带陈薇来 是我妈的意思 我也不过是逢场作戏 你也知道 最近是我的事业上升期 陈薇他爸手里有不少资源 徐阳说出这话 我是难以置信的 就因为陈薇有个资源咖干爹 就可以任凭别人 侮辱你的女朋友 说白了 是他徐阳垃圾 徐阳 你可真是不知廉耻 骑驴找马算了 脚踏两条船 还有理由 刚刚徐阳只顾 一个人低头狂吃 见我被嘲讽 没有丝毫维护的意思 甚至有点认同与得意 我为你付出多少 你没点数吗 你妈眼瞎 难道你也眼瞎 徐阳秒回 正如他脆弱的自尊心一般 这一下 他原形毕露 王岐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人家陈薇哪样不比你强 你极度陈薇有干爹 有本事你也出去找一个呀 别和我谈什么感情 感情在前面前就是个屁 我徐阳需要的 是能在事业上帮助我的女人 我们分手吧 我主动提出 徐阳却给我甩出生日会的账单 分手可以 钱还我 我冷笑 做梦 回到家 我已身心俱疲 现在沙发里 久久不愿起来 脑中一幕幕的记忆旋转 在回想 什么时候 徐阳竟变得如此势力 初见时的徐阳 他礼貌大方 彬彬有礼 辩论赛上 以一己之力 带着自己的队伍 夺得一等奖 期末考试 为了让我多睡半小时 提前去图书馆 帮我站坐 后来徐阳告诉我 他是单亲家庭 妈妈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一切的生活费学费 都需要自己赚 我脑子一热 给我爸打了电话 因为我爸是梅老板 在当地每年都会对一批大学生 进行教育资助 算是慈善 多一个徐阳也不算多 就这样 徐阳大学四年的生活费 学费我都包了 凉风袭袭 在校园的临音道上 徐阳拉着我的手 琪琪 谢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会努力加油的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这些小事点点滴滴积累起来 更坚定了我陪徐阳走下去的决心 但人都是会变的 徐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和我谈论 金钱万能论和社会阶级差异 对所谓的富二代殷勤至极 甚至八戒 维护他口中的人脉 而贫困生 则被他嗤之以鼻 臭药饭的罢了 活着都浪费社会资源 甚至看到女生穿衣服 稍微清凉露骨 就指指点点 被发现还不知廉耻的讥讽 穿那么少 不就是为了给我们男人看 装什么清纯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徐阳发了0.52的红包 吃笑道 收了吧 装什么呢 你们女生不就喜欢发朋友圈炫耀 生日请我去吃阳国福麻辣烫 我多拿了两个墨鱼丸 徐阳全程拉着脸 埋怨我太能吃了 吃完我才知道 墨鱼丸压秤 我似乎早该发现的 一切的蛛丝马迹 都因为恋爱滤镜被自动修饰 我的小心谨慎 换来的是徐阳的得寸进尺 现在想来 我真想抽死我自己 我好端端个人 谈个恋爱而已 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苦情和卑微 真是应了李雪芹说的那句话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给男人花钱倒霉三辈子 事实证明 狭隘的人眼里 看什么都是狭隘的 本想着今天过完生日 告诉徐阳实话 改天抽个时间 双面父母见一见 把婚事定下来 徐阳完全可以不工作 将来直接和我接手家里公司就好 至于他口中的资源 人脉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触手可得 但现在那是对于我 徐阳 这辈子唯一一次算得上是阶层跨越的机会 算是错过了 好在我及时看清了徐阳的真面目 要是真的结婚了 那才是痛不欲生 人生处处充满了惊吓 我在手机上删除和徐阳的聊天记录和照片 竟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秘密 结果发现 我的百度网盘账号竟然是登的他的 网盘还同步了最新相册图片 我简直像个吃瓜群众 不 准备来说 是在瓜田里疯狂蹦达的茶 和徐阳在一起的四年里 我从来没有翻看过他的手机 不需要也没必要 可现在一看 徐阳还真是个渣男 相册里的每一个女生都被徐阳标号 只不过这标号不是三维 也不是身高 而是一系列狩猎数据 龙水潭100平 北京户口 爸妈经商 凤凰城88平 非京户口 爸妈大学教授 茉莉公馆280平层 非京户口 单亲 徐阳还真是钻前眼里了 每一个女生都被徐阳明码标价 成为她眼中有挑有选的商品 晨莉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根据照片编辑时间显示 徐阳是从一年前开始的 而那会儿 正是我和徐阳的冷战期 原因是我生日她给我转了5.2 我说心意到了就好 还问我 是不是看不起她 甚至让我好好反思 写一万字的检讨 怪不得呢 知道要分手了 就提前冷暴力 除此以外 还有几张聊天记录 对象是陈薇 那个背靠干爹的女人 徐阳说 薇薇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 我要娶你 老天爷让我单身二十多年 大概就是让我遇到你 找个时间 让双方父母见面 我们赶紧把婚事定下来吧 要不我总是心飘飘的 怕你被其他男生抢走 陈薇只是冷漠地 发过来一个LV包的代妇 一万八 徐阳转了 还狗腿子地说 薇薇的眼光真好 我家薇薇配这个包 肯定好看 可转头就打开了个文档 7月6日 陈薇吃饭 二百六十五元 附带发票截图 7月7日 陈薇打车费八点六元 附带微信支付截图 7月12日 陈薇买包一万八 附带转账截图 可笑的是 徐阳甚至以为我在欲擒故纵 以退囚禁 背后逢人就说 王琪只要把他家老房子卖了 在北京买套房 不要彩礼 我还是可以酌情考虑的 我也喜欢王琪 可没办法 我妈不同意 我能怎么办 到现在 徐阳还在装深情 说他有多爱我 为我付出了多少 选择陈薇也并不是他想要的 但毕竟那是他妈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说得比唱得好听 估计是那一万八的驴包 让徐阳肉疼 毕竟徐阳和我在一起 他可没花过一分钱 相比之下 我这个他们口中的香巴佬 也是个值得待选的备胎 有一个好友给我发消息 替我打抱不平 毕竟我对徐阳的付出 他们都看在眼里 图片是徐阳在微博秀恩爱 琪琪真是气死我了 这两狗男女 天天在微博上秀恩爱 我看着都快吐了 亏我当年还觉得 徐阳是个好男人 现在看来 我真是眼瞎了呀 他妈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和婆妇一样 分得好 要是以后真和徐阳结婚了 探上这样一个婆婆 真是噩梦 好友还告诉我 徐阳他妈说 房子拆迁后 要在市区重新买一套大的 房产名字上 写徐阳和陈薇的名字 徐阳看上的哪是陈薇 而是陈薇背后的爹 晚上 我打开社交软件 输入问题 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 生活费学费都是我掏的 结果现在他说我不配 找了个背靠干爹的女人 我该怎么办 很快就有了回复 分手可以 但建议赡养 毕竟又当爹又当妈 叫声爸妈不过分吧 干爹的女人 想想就刺激 还有很多私信 都是骂徐阳的 也有几位姐妹求抱抱 毕竟多年青春喂错狗 看到一群人骂徐阳 心里痛快多了 老话都说 鱼和熊掌不合兼得 徐阳 你可别太贪心了 小心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我平时喜欢拍短视频 毕业后索性找了家 自媒体公司工作 不为赚钱 单纯为了热爱 公司没什么名气 还处在事业发展期 相对自由 我爸却埋怨 那能赚几个钱 还不如回家陪你爸 我苦口婆心 人总要有点价值 要不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那我给你开家自媒体公司 怪不得别人 总是基于山西梅老板 果真财大气粗 我说 我要自己干 你可别和以前一样 给我偷摸安排保镖 和领导打招呼 要低调 低调 人嘛 总要吃吃社会的苦 电话那头 却开始装作没信号 喂 听不清 听不到 我狂喊 老爸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把你藏私房钱的事 告诉我妈 梅老板也是有私房钱的 今天公司安排出外景 联系某几个知名的网红博主 分配给我的 是个美妆博主 他家住在白子湾 这个小区名字 我熟悉 可我刚下出租车 走到小区门口 就看到徐扬和陈薇 迎面走了过来 冤家路窄 因为是出来工作 穿的是简单的休闲服 徐扬打趣 哟 你不会是来给人做保洁的吧 穿得这么老土 陈薇用手捂住鼻子 面带笑意讥讽道 阿扬 你前女友好寒酸啊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上的 估计是因为之前生日 会让徐扬狠狠肉疼了一次 徐扬看我的眼神 明显带着仇恨 甚至秀恩爱般的 搂上陈薇的腰枝 薇薇 你家不是正好缺个保洁吗 要不你就行行好 让我这前女友去吧 要不天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 我可丢不起这人 阿扬 画师那这么说 我们这是豪华小区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可以进来的 再说了 万一有些人手脚不干净 徐扬顺带吹嘘了一番沉薇的房子 一号楼一单元3208 大平层 上千万的房子呢 没见过吧 甚至侮辱性地掏出一百块钱 微微口渴 你只需要到前面商店买瓶水 剩下的钱都是你的跑腿费 钱扔到地上 这可比你干保洁赚得多 我笑了 直接把钱踢到旁边下水道 不是口渴吗 下水道的水正是何 徐扬本想装逼 两个墨鱼丸都肉疼 更别说一百块钱 陈薇没了面子 上来质问我 连推带嗓 结果摔在绿化带 旁边一桶红油漆直接掀翻 满身红红绿绿 啊 我的裙子 包包 王琪 你凭什么推我 恶人永远都是挑衅的一方 陈薇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浑身狼狈 原本精致的妆容都变得凌乱 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徐扬让我道歉 否则让我不得好死 身败名裂 我的衣服包包都是名牌 你必须赔偿我 陈薇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陡 名牌 我可看不出 陈薇现在背的包 正是那天晚上 让徐扬带付一万八的驴包 可懂行的 一看就是假货 你那包确定是真的 王琪 你就算极度也不用瞎说吧 那包可是我花了一万八给陈薇买的 徐扬向来铁公鸡 倘若花了大价钱 却买到一个假包 肯定心疼得要命 陈薇 你难道骗徐扬说 这个包需要一万八 我故作惊讶 不会吧 像这种包身断线 金属扣还发黄生锈的 嘖嘖嘖 徐扬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被陈薇给骗了 陈薇 王琪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包是不是一万八 徐扬在乎他的钱 但是更在乎他的面子 陈薇慌了 阿杨 你别听那野丫头瞎说 他 他 他满嘴胡话 两人骂骂咧咧 我走了 顺带给中介打了个电话 白子湾的 帮我查查 一号楼一单元3208的租户是谁 十八岁生日 我爸送了我一栋楼 好死不死 就在白子湾 算是富人区 一平六万网上 这期间 一直委托授权给中介帮忙打理 每月只需定期把租金打到我账户就可 至于具体的租户信息没了解 中介见识我询问 行动迅速 十分钟后回复我 租户既不是陈薇 也不是徐扬 下午忙完工作 浑身疲乏 等再回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往常这个点公司已经下班 只有零零星星加班的同事 可今天 人满为患 见我来了 人群顿时嘈杂 齐齐 你惹上了大麻烦 说着 顺带给我打开一则微博页面 ID正是徐扬 徐扬 在今天下午 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 小三暴打原配的帖子 文章中 徐扬颠倒黑白 说我破坏他和陈薇的恋爱关系 不仅言辞辱骂 更是行为激烈 往陈薇身上颇红油漆 对我这种行为严加控诉 表达不满 并且要求我做出赔偿 衣服包包的赔偿 加陈薇女士和徐扬先生的精神损失费 我一边感叹陈薇的手段高明 竟然能让这么耗面子的徐扬 帮他出来发声 一边感到可笑 徐扬文章的最后 爱特了陈薇 陈薇转发加评论 谢谢各位宝宝们的关心 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老天有眼 不会让任何一个罪人 逍遥法外 其中有张配图是我的工作证 小三的名字叫做王琪 工作地点在 过分的事 竟然还曝光了我的家庭住址 琪琪 你没事吧 同事们自然知道我的为人 徐扬成为两个人 就是气不过 想要报复 猛然想到徐扬和我说的 必须道歉 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 手段就这么拙劣吗 去白子湾那天 我的工作证在包里 压根没戴在脖子上 那张照片 是我工作第一天 发布的朋友圈 上班第一天 喝杯珍珠奶茶 元气满满 配图正是那张工作证 徐扬和陈薇 平日美少秀恩爱 名下账号 已经有不少CP粉 再加上大肆花钱 购买水军带气氛 足以让广大网友笃定 我就是插足他们二人感情的小三 原配小三 向来是永远的流量话题 没一会儿就顶到话题热门 或许是徐扬和陈薇的刻意泄漏 或者键盘侠的推波助澜 之后的半个小时 我的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 没有断过 包括老板 对不起 苏总 给你添麻烦了 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苏总对我不薄 平日里照顾有加 更何况公司正处于起步阶段 本就举步维艰 稍微一点的网络舆论 就人心飘摇 公司的房东 更是见机形势反咬一口 要么涨租五万 一次性缴轻 要么搬出去 马上滚蛋 苏总见我担心 没事 这件事你才是受害者 现在这篇帖子网上传得很快 你的电话和地址又被人曝光 我怕会发生其他不好的事情 至于公司 怪我没钱 连租金都付不起 大不了搬到郊区 重新再来 苏总越是谦让 我越是愧疚 心中对徐扬和陈薇的恨意滚滚燃烧 狗男女 我拿出手机 开机 拨打了一通电话 爸 我遇到了点麻烦 电话里 我没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资助徐扬大学四年学费和生活费 已经让我很郁闷了 怪我识人不清 也不想让父母过多担心 爸 我想开家自媒体公司 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办公的地方 平米不需要太大 够办公就好 我爸向来对我的要求 有求必应 他拍着胸脯答应 我和老板 按照老爸 给我发来的地址去了 我爸怕不是对小平米 有什么误解 市中心金融区 顶级写字楼 挑高楼层 三千屏超大落地窗玻璃 老板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 王琪 你这是 我有些不知道怎么解释 难道让我说我爸其实是山西梅老板 我家财万贯 这是我爸掏钱给我买的 向来低调的我 属实真做不到 也怕因此招些不必要的麻烦 苏总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对外你就说 有个好心人投资了一笔钱 苏总没多问 只是在惊讶中点头 眼里都是猜不透的意味 解决完苏总公司的事 我走到一边打电话 或许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种天然的默契 有时间即便不说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便可知晓 爸 我想你了 正因为有父母的庇护 我的人生顺风顺水 可在遇到网络暴力时 心中的委屈潮水般汹涌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乖女儿 有事就和爸说 我和你妈是你永远坚强的后盾 我擦擦泪 笑着说好 挂断电话 我看着窗外写字楼的车水马龙 感叹世道的不公 与人心凉薄 徐阳 成为你们还真是小看我了 我把徐阳百度网盘上所有的照片 文档保存 做成长达一百多页的PPT 申请了个小号 直接发布 并把当天白子湾发生的事情 包括监控视频 一股脑发出去 转载徐阳陈薇发的帖子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大家好 我是王琪 他们口中所谓的小三 面对诽谤造谣 本人出来特此澄清 我和徐阳是大学同学 从大一开始谈恋爱 有多名好友可以作证 在与我恋爱同时 徐阳不仅脚踏两条船 还和多名女性保持长期暧昧 以下PPT是我整理好的证据 徐阳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 身上穿的名牌衣服鞋子 都是我买的 各种付款截图晒出 也在其他社上 找到零星几个徐阳 和我的聊天记录 琪琪 我想要买台手机 琪琪 今天我请兄弟们吃饭 钱不够 你给我转点 想出去旅游 我带着你 你带着钱好不好 徐阳的人品 我不与过多评说 大家一看便知 我继续回铁 跟楼 徐阳生日会 徐阳妈妈当着我的面说 陈薇是徐阳的女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陈薇 所以 我不是小三 小三另有其人 白子湾事件 徐阳和陈薇 对我进行辱骂 甚至想要动手 陈薇自己摔到绿化带 并自己绊倒旁边的红油漆 一切与我无关 一切都是他们二人的恶意造谣 还是那句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我会对徐阳和陈薇二人的诽谤行为 进行法律诉讼 以及这段期间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发辱骂信息 上门骚扰的人 一一取证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劝君谨言慎行 随后又是一波短信的截图 全部发布后 苏总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包我身上 毕竟公司就是干自媒体的 这点操作 自然是比徐阳陈薇 更专业更高明 因为公司搬到了金融中心区 房子还不是租赁 许多人猜测 是不是背后有隐藏大佬在扶持 公司的资源越来越好 签单数量激增 与公司合作的网红 从三线边缘 到了一二线顶流网红 甚至不少明星都愿意 来进行商务合作 苏总一出手 众多的网红与明星 开始在网上纷纷转发 所形成的效应 简直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 不出十分钟 两极反转 徐扬和陈薇 先前所发表的言论 被官方打假 甚至有人之间曝光出 他们二人的所有个人信息 之前我在某论坛上 发的帖子也被扒出 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 生活费学费都是我掏的 结果现在他说我不配 找了个背靠干爹的女人 我该怎么办 连锁效应 帖子也再次暴留 狗男女主人公找到了 原来陈薇就是背靠干爹的女人 干爹是谁 快快快 有没有大神接单 说不定又能抓几只苍蝇 又有个爹要倒霉了 我躺在懒人沙发上 悠闲地刷着评论区 不是喜欢玩舆论吗 让你们也好好感受下 什么叫做身败名裂 徐扬和陈薇被迫在微博上 发表道歉信 顺带着还有那一群 不分清红皂白 就发辱骂信息的键盘侠 道歉信我看了 很官方 自立行间 没有一丝丝真诚的愧疚与歉意 手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接了 是徐扬 王琪 你就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现在我们全家都遭受到网报 你满意了吧 亏我们在一起四年 你竟然这么心狠 我真是看错你了 现在我妈被你气得住进了医院 我告诉你王琪 要是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对饶不了你 笑死 当然不满意 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罢了 他们怎么反而先受不了了 生日会上徐扬妈妈的讥讽 仍旧在耳边回荡 哼 就凭他那气质 浑身穿上黄金都掉价 哪能比得上我家陈薇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有个有本事的干爹 干爹 好像说的谁没有呢 王叔从老家来看我了 虽说是出差 可也带了任务 琪琪 你爸妈可是交代我了 必须过来看你 不过来 就要稀释我的股份 我苦笑 掺着王叔的胳膊 一顿撒娇 王叔 我爸妈说的话你也信 说白了 他们就是让你来监视我 哎呀 王叔最疼我了 为了收买 我特地找了一家超级正宗的中餐店 王叔爱吃红烧肉 上次来了一回 心心念念了好久 王叔 你看我疼你吧 别担心 这次红烧肉 肯定没人和你抢 王叔笑着 洋装抬手就要打我 你个小兔崽子 我伸手阻碍 嬉笑间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徐扬 他穿着服务员的服装 正拿着拖把 在打扫卫生 微博事件过后 我没有过多地去打听 也根本不在乎 倒是听几个好友在群里说 徐扬现在惨不忍睹 原来的公司直接开除了他 并且发出行业通告 像徐扬这样的劣迹员工 只会败坏公司形象 请各位老板千万不要录用 公司里有的女员工后知后觉 我说呢 怪不得前段时间对我特别殷勤 还要约我出去吃饭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对对对 拐弯抹角问我有没有北京户口和房子 感情这是钓鱼呢 给他付了四年的学费生活费 结果还到网上去造谣 人心叵测 这样的人渣 简直就应该碎事万段 餐厅中 或许是因为目光过于直接 徐扬注意到了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我异常平静 徐扬眼神一瞬地躲闪后 却是愤恨 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什么 手里的拖把 没注意到旁边的青花瓷花瓶 啪 花瓶倒地 碎了 一瞬间 餐厅所有人的目光聚集 徐扬身形削弱 颤颤巍巍站在当地 不堪一击 餐厅经理慌慌张张跑过来 和客人道歉 徐扬被叫到一个角落 你是干什么吃的 那么大的花瓶都能碰到 你知道那多贵吗 你十个月工资 你都买不起 徐扬只能一个劲地点头 道歉 卑微地如同一粒尘埃 带不起一阵风 我坐在软椅上 高脚杯里的红酒摇晃 我在想 此时的徐扬心里会在想什么 去洗手间 刚进来 我就发现门被人反锁了 短短几秒后 我看着徐扬 一脸猙獰地出现我面前 徐扬 你要干什么 我下意识后退 走到靠杂物堆的位置 徐扬憔悴的脸上 不满疯狂 王岐 没想到我能在这儿遇到你 说着说着 他恐怖的脸逼近 刚刚你都看到了 是不是 你心里在笑话我 你看不起我对不对 我对他只有可怜 可怜他现如今穷困潦倒 却仍旧维护他那脆弱的早已不堪一击的自尊心 他好他坏 我压根都不在乎 外面的男人是谁 原来他是想问这个 和你有关系吗 我说到 徐扬笑了 笑得癫狂 王岐呀王岐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那个男人都能当你罢了吧 我说你哪来的钱给我花 原来是早就磅上大款 被人养成小三了 徐扬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给我滚蛋 我的脖梗被牢牢制顾住 徐扬的手很有力 感觉脖子就要被掐断了 王岐 只要你低个头向我认错 给我跪地道歉 我就会饶了你 可你偏偏要和我作对 我说过 我会让你身败名裂 生不如死 我粗喘着气 看着眼前的徐扬 这个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男人 杂物堆放着各种洗漱用品 我迅速摸到一个尖锐 一个带清洗的玻璃花瓶 徐扬 可怜你的愚蠢 可怜你的愚不可及 我奋力挣扎 手边的花瓶较顿的那面 砸向他的后脑 徐扬身子不由地往后退 我顺势一脚踢了过去 正好踢到他重要部位 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旧由自取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他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 更不配当一个人 洗手间外早已人头攒动 王叔见我洗手间这么久没有回来 赶忙过来找我 才发现门被反锁 听到洗手间里有激烈的冲突声 赶忙叫保安 门开了 是被王叔一脚踹开的 琪琪 你没事吧 干爹可担心死你了 可转眼一看 正在地上痛苦打滚的徐扬 你个王八独子 竟然敢欺负我干女儿 劳资一脚踹死你 饭店经理慌慌张张地赶来 一看眼前的情况 面色苍白如指 在他们店里用餐的客人 非富即贵 是他们这种人万万得罪不起的 尊贵的客人真是对不起 这是我们餐厅的失职 这名员工 我们一定会好好管教 保证 毕竟关于名誉 经理说得很委婉 言外之意 想要私下和解 王叔打小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亲女儿出事 私了 私你妈呢 我告诉你们 报警 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你们餐厅员工 把我女儿反锁在洗手间 进行骚扰 这叫小事 我去你妈的 劳资有的是钱 分分钟把餐厅盘下来 到时候 你们全都给我滚蛋 警察来了 徐杨半瘫着身子 被带上警车 临走还不忘辱骂 王琪 你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我这样都是被你害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可是陈兴矿业公司 老总的女婿 你们不敢惹 警车车门关闭那一刹 徐杨的声音被隔绝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陈兴矿业公司 王叔难难道 脸色一沉 一路上 我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和王叔讲了一遍 这姓徐的也太不是人了 我当时就该活活踹死他 我安慰王叔 不值得 没必要 因为那样的人脏了自己的手 总有人会让他付出代价 王叔这次来 不仅是来看我 还是要对下属公司进行考核审查 陈兴矿业公司就是其中一个 敢欺负我女儿 我让他们一个个都吃不了兜着走 车稳稳地停在陈兴矿业公司门口 起初保安还不屑于搭理 走开 走开 我们刘总今天忙呢 不见任何人 因为是考核审查 开的车很普通 王叔哼哼地了两声 直接拨打了一通电话 一分钟后 一名穿着西装革履的男士 带着一大群人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王总真是抱歉 手下人有眼无珠 冒犯了 你也太低调了 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 我也好提前让下边的人安排 办公室 王叔坐在办公椅上 对面的所谓陈葳干爹 点头哈腰 刘总 听说你有个好女儿啊 起初刘总一头雾水 他就一个儿子 哪有什么女儿 干女儿 貌似也没有 有个叫陈葳的 他在外宣称他是他的干爹 我在旁边补充道 一提陈葳 刘总猛地惊醒 王总 那可真是误会了 陈葳就是我家一个保姆的女儿 我看他们娘俩可怜 就让住在我家 谁承想 这孩子竟然说我是他干爹 保姆的女儿 怪不得 一个电话后 陈葳站在我的面前 愣住了 因为他听到 他所谓的干爹 口口声声叫我大小街 对我低声下气 刘总啊 陈葳公开在网上造谣 琪琪是小三 还曝光出电话家庭地址 让人去骚扰 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 刘总陪笑 拉着陈葳向我道歉 陈葳搭拉着脸 一瞬间还似乎没缓过神来 我不道歉 她就是个贱女人 上次害我颇油漆 这次又让我被网报 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凭什么让我道歉 要道歉的是她 是她 啪 一声清脆的耳光 落在陈葳的脸上 你给我闭嘴 你不想活 我还想活呢 我好心接济你们母女两个 结果你到处打着我的名声 招摇撞骗 还得罪了集团董事长的 宝贝女儿 陈葳捂着脸 震惊地看着我 集团董事长女儿 她 她 她怎么可能 陈葳眼神一瞬间恍惚发冷 变得麻木不人 怎么不可能 我还要告诉你 你说的白子湾一号楼一单元3208 那房子其实是我的 准确来说 那一栋楼都是我的 我打听过了 租户3208的孩子上一年级 陈葳不过是那孩子的音乐佳娇 徐荣心作祟 专门打电话给徐杨 让徐杨到白子湾接她 谎称租户其实是自己的亲戚 赞助在自己家 可惜 有些时候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永远都成不了真的 当天 陈葳和她妈 就被赶了出去 陈葳妈妈一头雾水 太太我们到底什么错了 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走走走 赶快走 你女儿造谣声势 得罪了集团董事长的千金 都不知道 还把屎盆子给我们头上扣 走 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扫把星 陈葳妈妈吓傻了 威威 你到底干什么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 还想瞒着妈妈 陈葳直接正脱开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都怪你 都怪你 我明明这么努力 为什么是保姆的女儿 还要被人天天看不起 凭什么 凭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 不行 我要便有钱 店有钱 谁都不可以阻止我 陈葳直接疯癫地跑了 徐扬被行政拘留了一个星期 他出来后 想买一身得体的西装 却被店员轰出 从前他心安理得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 以为廉价至极 到现在才发现 那是他掏空所有口袋都买不起的 找亲戚借钱 所有的亲戚都视他如草芥 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所有人都知道徐扬得罪了人 得罪了他高攀不起的人 朋友也都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像徐扬这种没良心的人 一把火烧了我也不借给他 徐扬找到了陈葳 陈葳是他心中唯一的稻草 他干爹可是陈兴矿业公司的老总 他是老总的女婿 他要东山再起 让每一个看不起他的人跪地认错 徐扬再见陈葳时 陈葳拎着大包小包的奢侈品 一身香奈儿精品时装 陈葳去借了高利贷 一百万 你快带我去见干爹 干爹一定会喜欢我的 我 我这样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徐扬长时间没洗澡 身上散发出阵阵恶臭 陈葳嫌弃的一脚把徐扬踢开 徐扬 你不是说你家要拆迁吗 怎么还不拆迁 我需要钱 我需要大把大把的钱 你连王岐他家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就要让他身败名裂 你知不知道徐扬 就因为你 我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我明明可以和王岐混成好闺蜜 不愁吃不愁穿 偏偏因为你成了愁人 你知不知道王岐他爸是梅老板 白子湾那栋楼都是他们家的 徐扬阵惊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浑身僵硬 身体都在颤抖 怎么可能 怎么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和朋友在酒吧喝酒 聊着聊着突然从角落里踹出一道人影 莫得跪在地上 是徐扬 借着酒吧昏暗灯光 我看到他面色憔悴 眼睛通红 嘴边的胡子密密麻麻 显然是很久没有打理了 他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大腿 苦苦哀求 琪琪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吧 以前都是那陈薇勾引我 他不要脸 他寄予我家的拆迁款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我肯定好好爱你 我发誓 最后徐扬是被保安架走的 半条腿被磨在地上 苟延残喘 听说是没钱吃饭 到处坑蒙拐骗 被人打得遍体鳞伤 再说说陈薇 陈薇光顾着拿钱挥霍 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唯独忘了 借钱也是需要还的 高利贷的人上门 把陈薇拴在厕所里 不给吃不给喝 你男朋友不是有拆迁款吗 钱的钱呢 我告诉你 还不上钱 我今天就把你手剁了 陈薇拨通了徐扬的电话 徐扬在医院 因为他妈病危 房子拆迁 徐扬妈妈趁火打劫 竟然狮子大开口索要三倍的拆迁款 最后的结果 其他的桶子楼都拆了 就剩下徐扬他们家那栋 这一栋楼的其他住户恨得要死 就因为徐扬家的贪婪 让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每天把他妈骂得狗血淋头 徐扬妈妈的报复梦破碎 半夜梦游 恍惚中从楼梯间摔下 全身粉碎性骨折 到医院检查 肺癌晚期 徐扬 你他妈就是一废物 啊 电话那头是陈薇刺耳的尖叫声 朋友问我 你曾经爱过徐扬吗 我思考良久 或许爱过 但现在我只想说 不管以后如何 请务必爱自己 胜过爱别人 爱别人就像那无止境的多米诺骨牌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旁易写出 只有自己才不会辜负自己 忠于自己 别人才会忠于你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要不欢迎订阅留言哦 请务必爱放 请务必爱放 请务必爱放